林子辉在家完成马拉松 4月9号新闻最正点 由日本第一组模品牌babyfoot赞助播出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23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连续两天出院比确诊多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09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4228人 新增2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67人 不过也有120亿人治愈 累计出院达1608人 国家动物园需要你 国家动物园配合行动管制令关闭 导致收入大大减少 缺乏足够的资金去照顾动物 为了拯救动物 国家动物园启动领养动物计划 最低只要25令吉起 有兴趣的朋友请扫描二维码 林子辉在家完成马拉松 尽管令把所有的人都软禁在家 让习惯在外面运动的人浑身不自在 但是谁说在家就不能运动呢 马来西亚跑步达人林子辉就在自己的家里跑了超过1200圈 完成了42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抢救阿婆脚 日本销量第一的足魔babyfoot 脚胃太臭 很尴尬 鸡眼很大 很痛苦 脚皮太老 很难看 快来试试日本销量第一的足魔babyfoot吧 平时工作繁重 没时间保养 不如趁行动管制令期间保养我们的双脚吧 babyfoot是足魔界的明星 荣获世界精品大奖的特别金奖 也是日本cosmet大赏的冠军 它拥有17种天然成分 能温和地去除我们的老旧脚皮 解决脚位 肌炎等问题 只需穿戴一次 就能在7天内让你的脚板 焕然一新 恢复baby嫩足 babyfoot在全球50个国家热卖中 预知更多详情 欢迎扫描二维码 谢谢日本第一足魔babyfoot 赞助本集的新闻最正点 让我们有能力继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您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英国首相病情好转 首相约翰逊早前因感染新冠肺炎而进入加护病房 英国财政部长日前表示 在加护病房里的首相约翰逊病情有所好转 现在他已经能够在病床上坐起来了 英国外长也表示 约翰逊很快就会重新执掌国家事务 捐超多 马云柱全球抗疫 自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有所下降 到目前为止 马云向非洲 欧洲 美国 俄罗斯等全球 100多个国家捐了至少 1800万个口罩 以及其他的医疗用品 根据报道 他的善意已经帮助重塑 中国的国际形象 喜马拉雅雪山30年来印度首线 疫情期间 印度采取了严格的封闭措施 在印度的空气污染水平快速下降后 喜马拉雅雪山竟然30年来首次现身在印度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美丽又壮观的画面 喜马拉雅雪山的景色的确非常美丽 在多个国家进行行动限制之后 其实许多地方的环境污染都大大减少了 那么希望在疫情结束后 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更好的环保意识 除了保护好自己之外 也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给冰宴 在家那么多天 从一开始的焦虑忧伤紧张 到现在呢 我开始慢慢适应 释怀甚至享受 如果你觉得在家喘不过气 你不妨去听听音乐 跳跳舞 阅读一下书本 或者是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除了可以抒压 也可以让你找到生活中的乐趣 愿你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依然能够保持乐观 平安 健康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拉雅男孩 郑兵燕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